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 他品国家的温泽 为了三株树的树枝作为仇女 沈医一定会选择我们作为镇纸人选的 马都拴好了吗 我头好疼 拴好了 我小规定 我尝 听手朕的说 燕火国人又想告知 他们觊觎这小圣 只要一小时一天两天的什么酒 来就来吧 沈医就快要下山了 镇上本来就不安宁 说燕火国人再来添乱 这 不知那神医 能不能 这我的脸 这鼻子 似乎有点歪啊 好 眼皮 也要双方的才好看 这简单 老大哥 据说这真实小镇 你许子 你们两个我真的 你也真相得好 还一个无论 好 今天 那个 是 那 我 你 什么 阵内纷争不断 阵外亦探取虎师丹丹的棱草 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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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的速度 终于来了 他今天晚了一步 原来他是说乎足的人 哇 这个姐姐也会飞 我是姑娘幽影了 我是姑娘幽影了 好厉害啊 我又猜错了 这么快的速度实在不可思议 他叫忘书吗 身手真好 三尾一瘦 有意思 身手还这么好 少女人 你不要等意的太早 他们疏忽组 使用力量的时间有限 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 再使用顺景之力了吧 住手 好厉害的 好厉害的姐姐 好 千万 看来你们这束缚组还不了解 束缚组可不止有速度快哦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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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刚才看见了吗 那个女魔头一拳 看见了 看见了 要是让她知道我们答应她的是失败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啊 丁妹 你小伙子在那里 真是天助我们也 快 按照计划进行 拦住他们 小哥 小哥 刚才多亏你们帮忙 我俩才和好如初 我们想了又想 觉得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们 差点忘了介绍自己 我叫黄面 他叫大饼 绝对不是什么可疑的人 是啊 是啊 我看你们好像饿了 我搞了一些超级美味的饼 送给你们吃吧 小小人的熟悉没吃过 给我给我 小哥 有件事情请你务必帮忙啊 是啊 这件事只有你帮得了我们 两位 两位发生何事 有话好说 快起来说话 事情是这样的 刚才想必你也看见那位 人见人爱的望叔姑娘 可是她 太可怜 旺叔姑娘 可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小哥 这件事我们可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可千万要帮旺叔姑娘保密呀 这 这方法恐怕行不通啊 你放心 其他就交给我们吧 小姑娘 我那儿还有其他更美味的饼 要随我来尝尝吧 真的吗 那些小小饼好好吃哦 西雨要去 西雨要去 西雨 我受这二位之托 需去客舍办件事 我事宜办完 马上去找你 嗯 小哥 住店 还是用膳呢 请问 望叔姑娘住的喜字房在 啊 楼梯上去 第三间便是了 小哥 小哥看起来 有点面生啊 不知从何而来 欲往何处啊 难道 也是为了神医而来 不 在下欲遇前往帝都 为帝君效力 只是路过此地 听听他说什么 真是天真的小伙子 以其地已经不行了 九州义主 这是迟早的事 说得好 就是因为他失德 才会发生禁 胡说 九州数十年来的安康 皆是帝君用心维系 如今虽有静难 但帝君乃神之子 相信定能了解神灵旨意 设法解决此患 臭小子 竟敢如此大放厥词 兄弟们 给他那颜色瞧瞧 哎呀 糟了 盈川 又要打起来了 你就看在这些日子 奴家这么认真招待你的份上 帮个忙吧 盈川 打起来 不好 她是 低人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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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明明头也不回的像逃难似的离开 真的真的 阿姨还望书姑娘 那天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是啊 你要相信我们丙面二喜的幸运 她正在楼上等着跟你道歉呢 当初是你们自愿接下这差事 说什么可以帮我介绍一个多金又值得依靠的好郎君 如果这事不成 你们那些被弊得加倍还给我 不会的 不会的 王叔姑娘 你走稳啊 要不要我们扶你上去啊 王叔姑娘喝这么多酒 没关系吗 我该去扶她上楼吗 还 还是不要好了 万一被她认出来 等一下先低头道歉 然后说 说骑士先前离开是出外办事 王叔姑娘 我 你这个负心汉竟敢欺骗我的感情 我说护足王叔 可是很多人都抢着药呢 你现在才回来找我 太迟了 太迟了 王叔姑娘 对不起 其实我 她的力气真大 不过若能因此让她消消气 也好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喜欢我了 你现在回来一定也是骗我的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娶我 我都已经不嫌弃你是一个胖子 又独头 年纪还大了我三十岁 就算我是看上你的财 但是她又怎么样 我是真心的想要一个家 想要家人 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呀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我是姑娘 你 冷静 你说 你为什么要逃跑 树狐族就这么讨厌吗 我只是力气大一点 你们就这么怕我 都只想离我远远的 我也是可以很温柔的啊 为什么 你们都要离开我 阿父阿娘 我好想你们 哦 哦 哦 莫树姑娘 嗯 嗯 你是谁 为什么睡我床上 莫树姑娘 你醒了 在下飞行 失礼之处请莫树姑娘见谅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 在我床上 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就是莫树姑娘 你喝醉了 然后 昨天好像真的喝多了 那两个小人说 有什么新的瓶酒法 一直替我添杯 然后说那个负心男 在房间等我 要跟我好好道歉说明 嗯 然后 怎么一点记忆都没了 好啊 我知道了 原来你是趁着我喝醉 进来占我便宜的 不 莫树姑娘 你误会了 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说 到底怎么回事 看来事情已经无法隐瞒 面大哥 禀大婶 真是对不住了 至于为什么会在你的床上 是因为你推 推我 后来又抱着我 我正 正脱不开啊 抱 抱着你 衣服好好的 被闭牙在 好啊 这两个小人居然想框我 当我忘说好欺负是吧 还有你 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被骗了吗 居然免费帮他们跑腿 还自己松上门来 他们两位毕竟没有恶意啊 你的眼睛 哎呀 九真害人 你挨揍不会跑啊 哎呀 真是呆子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好欺负啊 算了算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终究不变 我要出去了 哎 不对 这是我的房间 你 你快去走吧 我可不想让人误会 汪叔姑娘 十分抱歉 没想到我一时多事 造成了你的困扰 希望没有伤害到你才好 我这就离开 让西渔等了一夜 她肯定也很着急 快回去找她吧 这是 看来猎影惊鸿 望叔姑娘 这次找到了好对象啊 你怎么会来此处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只要你帮我们做一件事 就能知道 你弟弟的下落 你们愿意撤回原来的条件 因为我们舍不得望叔姑娘 为了累积财获如此辛苦 想让你早点和亲人相逢啊 哼 不用惺惺作态 你们要我做什么 我们要那小子的指环 指环 不错 那小子身手不凡 指环又与他的骨肉相连 由你来接近他 最为合适 你的意思是 要我杀了他 小飞星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抱歉 让你担心了 小伙子 怎么样啊 对啊 事情成了吗 抱歉两位 事情似乎被我搞砸了 王叔姑娘 什么都知道了 啊哈哈哈哈 面哥 啊 饼妹啊 我们死定了 两位 要搬家了 绝对要搬家了 不 来不及了 走位杀哥 诶 续雨 宗伯宋的那块玉石不见了 是什么时候遗落了 小飞星 我们快沿路回去找找 那块玉石很漂亮 又好像有什么力量在里面 我们可不能随便丢了 难道 昨晚落在客舍里了 我们这人就是这般投机 你们这么多人才不懂声音 看我这招 好好养病 好好养病 其他的别操心 嗯 谢谢你 我好养病 非常的好养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